年前财富百倍涨运势如同空气 看不见摸不着 但又真实影响着生活方方面面 而人只有精力 饱长人生百态 才愈发感受到运势及冥冥中命运的存在 属猴的人下周一道 审便官刚好有侠喜即兴重点关照 有望摆脱上个月运势发展较差 凡心事多的状况 待大运一来 钱字当头 要是真的抓紧好运 财富属不清 一举翻身做妇人 另一方面 对于少部分属猴的朋友来讲 最近两天 极恶宫不幸碰到灾煞盘跟煞星作乱 会导致健康运势这块不太好 随着进入寒冬 要当心情绪不稳的问题 此外 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 注意口腔问题 会有口腔溃疡情况 要多多注意一下健康养生的问题 属兔的他们等到了12月底 田宅宫有文昌吉星磅身 改变早期阵子事业运不利 赚血汗钱的近况 待机会一来 运势顶呱呱 假如真的抓住这次大运 等大运一来 大波桃花涌入 发财之路顺风顺水 未来将会告别穷酸赢来富贵 同时对于个别生肖兔的人而言 往后桃花无数 出现很多爱慕者 同时也得注意 工作中对待合作关系 需谨慎 小心行事 老天爷不会亏待努力生活的人 经过不断奋斗 往后彻底迈向幸福 生肖蛇的人容易意气用事 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多愁善感 熬到了12月底 前脚头顶聚宝盆 后脚生意火 赚得多 若能真的接住这个时机 人生高调转身 此外生肖蛇之人 可能是好运联动姻缘 部分朋友喜结良缘 对有考虑脱单的人而言 如果想早日获得真爱 那么应当多努力赚钱 不然没钱都没有资格谈恋爱 据说 转发这篇文章的朋友生活上 会越来越顺利 Tilda有缘分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 请转 真的灵验 Tilda大家也转发图个吉利吧 Tilda